那界面里边注册相当于我们就实现完了 对吧 选择程序咱们现在也实现了 对吧 虽然是在外面本地实现的 但是改微服务应该会改了 然后入住日期的这个 他默认相当这就是自带的啊 基本在前端的都会有这种 就是日期选择这样的一个 这个操作对吧 就不需要我们去动啊 那对应在这个页面里边 就是首页这里边就是再有一个什么了 登录页面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准备去实现浏览器的这个登录页面啊 去把这个登录的功能给他实现上啊 那这个登录功能要想去做的话呢 实际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知识啊 就比方说大家在去登一些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第一次登录需要收用户名密码 然后呢 比方说你把它这个停掉 然后再重新上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记住你当前的用户名和密码 不需要你反复的去登录啊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要想去实现这个登录 涉及到一块知识啊 咱们先把这块知识给大家介绍完啊 咱们再去做这个登录啊 那这样去写吧 好吧 这是用户登录对吧 功能 用户登录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呢 对应里边第一块知识 我们需要大家首先掌握的就是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cookie 另外一个是session cookie和session啊 这样两部分知识 咱们先把它说完啊 那说到这个cookie和session的这样两部分知识呢 就是呃回想一下咱们前面啊 咱们前面在讲前面知识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提过一嘴 我说这个http协议 它是一个长连接短连接 http 当时我对比了tcp吧 还记得吧 对吧 对吧 我们说http呢 叫做无状态短连接协议 对吧 tcp叫做呃 这个有状态长连接协议吧 对吧 哎 它是长连接啊 有状态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http呢 是无状态 然后短连接这样一种协议 对吧 这个咱们前面在讲 讲什么知识的时候提过一次 对吧 但是肯定给大家说了啊 那这里边实际上咱们前面说的呃 实际上不是特别严谨啊 就是我们呃对应这块 首先你要聊一个 知道一个预备的知识 就是我们的http啊 这个协议 它是要默认 当前我们是有三个版本的啊 三个版本啊 这个也是在咱们那个讲义里边前面 实际上提到 对吧 咱们没有单独拎着给大家说啊 讲到这块的时候 我们稍微补一下这张小块知识啊 三个版本 一个一个是http http的呃 杠1.0版 是吧 哎 这个版啊 啊 那再有一个是http 1.1版 啊 和最新的 现在是http的2.0版啊 这么三个 主流的版本啊 这个http s不在咱们这http版本当中 咱们说那个s代表的是ss 是协议和 trs协议的意思 对不对 他不在这个版本当中啊 咱们提http就提他这个基础协议 那这个http1.0版呢 那这个http1.0版呢 是咱们前面最早给大家说的这个叫做无状态 哎 然后是短连接啊 就是你建一次连接 他就直接就断掉了 对不对 那后来在http1.1里边实际上就做升级了啊 他呢 可以记录状态了 就是可以记录你当前呃 连接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并且呢 当下我们大家所使用的浏览器啊 他都是默认支持http1.1的 是吧 浏览器默认所使用的这个http协议版本啊 一般是1.1啊 也就是说浏览器通用的是1.1版 那1.1版的话 默认他是不是就可以记录你当前的这个状态了 对吧 然后最新的呢是http2.0啊 2.0他上可以支持长连接啊 就2.0啊 他可以支持长连接了 支持长连接呢 一般就是在咱们前面不是有什么协议的状态码啊 协议头啊等等 对啊 就协议头里边啊 协议头里边大概包含一个类似于像什么 Connect的 Connection啊 TION对吧 还Connection 然后后边呢 他对应的是一个Keeper-alive Live 对吧 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描述啊 那就表示说你当前呢 Keeper-alive是保持Connection Connection是连接的意思 Keeper-alive呢 保持活活着 对不对 保持活着呢 就保持连接吧 那他就不是一个短连接了 对吧 那像像之前咱们看到的 比方说要是短连接的话呢 他应该Connection这里边写的是Close 对吧 连接状态Close 我发完了以后直接就关了 就是吧 这是他们的这个区别啊 但是这个2.0版呢 怎么说 就是还处在一个从1.1往2.0进化的这样一个阶段啊 就是你要想使2.0呢 我必须得在协议当中手动的去给他指定一下啊 默认啊 就是大多数浏览器默认情况下使用的还是1.1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 就现在这个2.0还没有通用 对吧 就默认我们还在向2.0靠拢吧 并且大多数的这个外包端的框架呢 还没有去做适应性的开发 是吧 这是这个大前提啊 你先把它有一个这个整体性的这个认识啊 呃 那认识了这个这个这个前提说完了之后呢 咱们来说两个概念 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cookie啊 对啊 一个是cookie啊 另外一个是session sessln对吧 session啊 这样两个东西啊 那就这个cookie和session他们的这个产生实际上就 跟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协议有关 就是吧 那 实际上这个首先先来说这个cookie吧 这个cookie呢 是最早啊 最早的这个http的1.0版本啊 杠1.0啊 1.0版 他就支持或者说提供吧 提供这个cookie机制 是吧 提供cookie机制啊 那这个cookie他是干嘛的啊 提供cookie机制 咱们顺便说一下啊 但是他没有什么session 就最早期啊 最早的这个协议的这个版本里边cookie给你提供 但是我不提供session 对吧 这两个咱们对比的说啊 那这个session呢 是后来啊 这个 开发者根据cookie升级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机制 就是吧 就最早期的这个版本就提供这个cookie 那么说提供这个cookie能干嘛呢 对吧 这么几点啊 一个是cookie的作用 需要你了解 cookie啊 他的一个作用啊 再有一个需要大家了解一下这个cookie的出身啊 实际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是吧 cookie的出身 出身 对吧 就是在哪里边出现的这个cookie 对吧 然后再有就是cookie的存储 啊 这是作为他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 那你要了解一下 对吧 好 那一个个说吧 首先第一个cookie的作用是干嘛呢 啊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之前应该有同学了解到 包括咱们前面好像你们在做那个相面的时候 接触过一部分吧 对吧 那不清水无所谓啊 咱们这里边说 它的作用呢 是一定时间内 我存储 存储用户的连接信息 是吧 一定时间内啊 去存储用户的连接信息啊 比方说像什么呢 用户名 对吧 比方说用户名啊 比方说用户的登录时间 是吧 等等啊 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不敏感信息 那我没提什么 密码 对不对 密码一般情况下 尤其像现在我们在开发 不会再往cookie里边存了啊 它属于敏感信息范畴 对吧 但是用户名无所谓吧 对吧 包括你登录的时间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 用这个cookie这种机制去把它保存起来啊 这是第一个cookie它的作用啊 就是存储用户连接信息 那cookie的出身啊 我们刚才甜面提了是谁啊 http协议 对吧 它自带 就不需要我们额外去 这个 再去进行封装了 对不对 那就是htt啊 它自带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啊 htt自带的机制啊 好 然后呢 第三啊 下一个 当然我们这里边说cookie是啊 那对应多说一嘴吧 就是后边我们要提的 sesson session啊 它不是 是吧 session不是啊 session不是这个http协议自带的啊 然后再就是存储啊 cookie来说呢 它里边的这个数据啊 就是cookie中的数据 k o i 对吧 或者简单说就是cookie吧 cookie里边带数据 对吧 cookie它存储在 存储在我们的浏览器中 或者一般我们叫客户端 对吧 既然客户端是不是就浏览器 对吧 就一般我们在web开发当中 客户端几乎就是浏览器了 对吧 浏览器中啊 存储在这里边 这是cookie它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啊 那因此呢 我们说你的这个浏览器啊 可不可以存数据 我记得咱们前面在讲web服务的时候 前面给大家提 有一次讲到哪块我提到了 上你可以把浏览器看成是一个小的系统 对吧 就跟咱们links或者windows操作系统 实际上类似的啊 浏览器也属于这样一种东西 它也有属于它自己的内存啊 对吧 就是我们在这个f12这里边 你说大概能看到 对吧 你看它也有什么内存啊 对吧 有什么应用啊 对吧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信息啊 它就跟上操作系统很像啊 你可以把浏览器看成一个简单的系统 对吧 所以说从这里边就对应了 就是一个小结论 就是实际上我们的浏览器 它可以存储数据 是吧 不是一点不能存 只不过它存的数据能量少而已 是吧 这是通过这个cookie啊 大家有个能够知道的啊 那么说这个cookie 从哪查看呢 那我们去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这里边还是以咱们常用这个谷歌浏览器为例吧 好吧 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啊 在浏览器最右边是不是有这么三个点啊 对吧 点开它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去选择这个设置啊 点开设置 然后设置呢 在Google谷歌的浏览器是直接到底下有个高级啊 这不同浏览器它存储的位置不一样 对吧 那我这里边就以一个为例 带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高级里边点开 它有一个网站设置 是吧 到手电下网站设置啊 把它点开啊 在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cookie和网站数据的 对吧 好 你点开点开在下边 这是什么允许呃网站保存和读取cookie数据 对吧 然后什么退出时清除cookie 然后阻止第三方cookie 下面是有个查看所有cookie和网站数据啊 对吧 然后你把它点开 那这里边存储的就是关于cookie的 就关于我的一些这个cookie啊 就是你回头你在访问的时候 他会记录你都访问了哪些 比方说什么126有三个cookie 对不对 你可以点开看了 这126的三个cookie 对吧 然后再往下有163的 对吧 12.168的 然后还有什么 这是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什么网站 对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不小心点的啊 还有什么百度 对吧 还有什么 这是传制的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github啊 对吧 然后这减书 对不对 减书.com的这样的cookie 好了 就大致这样吧 你从这里边是不是就能够看到的这个cookie 对吧 那他在存储的时候呢 这个cookie啊 他在浏览器当中存储呢 也是keyvalue的这种形式啊 去进行存储 对吧 他也是啊keyvalue的形式去进行存储啊 就是 回到我们这个里边吧 存储啊 下边再说一下 对吧 他的存储形式 存储啊 形式 依然是我们的key 然后呢 对对应这个vl 对吧 UE对吧 keyvalue这种形式啊 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存储啊 那比方说 这样除了你在刚才的那个位置去输入呢 我也可以在浏览器里边啊 比方说我在浏览器这个位置啊 我去说呃 呃3w点 刚才咱们看有个减书 是不是 是 126应该也行吧 126.com吧 好 你看 哎 我这个进来了 是吧 稍等一下他退出去 那算了 别进126了 进我个人邮箱 这个 这个比方说来一个3w点 3w点 一个减书点 com好吧 这边有账号 你看到他前面有一个小锁 像锁头一样的这个东西吧 对吧 哎 他可以在 就是在这正常那个htps是被省略了 对吧 在地址来的钱啊 你点击一下 点击下边 他下边是不是有一个证书 下边是不是就有一个cookie啊 然后有个网站设置 对吧 那你点开这个cookie 这里边实际上就是你当前这个减书的这个网站 对吧 他存储的这些n个cookie啊 并且你看到他里边有什么 有百度的是不是 对吧 有百度的cookie啊 那就言外之意说 相当于这个减书 他可能跟百度是不是有某种的这个关系啊 对吧 这个实际上大家应该不陌生 比方说你在访问的时候 你从一个网站跳到另一个网站啊 但是后来这个网站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能够知道你原来的网站的一些信息的 对吧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cookie授权 也就是说可能百度把某某些权限是个授权给减书了 对吧 那这里边什么 还有什么double click 对吧 又是什么 这还是hm 百度点看 对吧 等等等等啊 好 那这个是在浏览器当中啊 我们去查看cookie 对吧 存储形式这个 直接这样写啊 你可以在浏览器中 查看就好 好吧 查看方法 我就不挨着去写了 这个大家 跟你刚才我演示会都自己去看一下就行了 就是作为一个入门性的 咳咳咳咳咳咳 基本了解好 truthful 好 我们接着往后